正在深圳访问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见到了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台湾舆论关注他有没有卖台 中国网友却把重点画在两人的相同点 发型 网友留言说 南北秃头串联拉 感觉那房间灯光可以少开一点 头发是亮点 中国网友搞笑称 发型一个师父剪的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秃子聚会点亮台湾 独秃秃不如重秃秃 有人直接分析韩刘二人此次的意义 刘洁一此行 就是代表中央 对韩国瑜进行一次摸底 对于岛内跃升如此之快 且有极大概率成为下任领导人的政治人物 中央确实还不够了解 通过这次摸底考 中央必然会制定出新的对台方案及配套措施 有人则指出中国当局的运作别有用心 就是把规格提到最高 葬你卖台 这样你不往统操作 就留给民进党 接下来大家都懂了 不利解决 一个秃子要统一 一个秃子只想要钱 大陆中心 送和外电报道跟上国际卖动 快来苹果国际按赞韩国瑜 左今天与刘洁一又见面 翻设微博抢当好评友 一会员快注册免收费 不注册会后悔 快点我注册 HTTPS冒号双斜杠 TW.ADAI.LY-ML924UPCSU 关键字 韩国瑜国台办 刘洁一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有话要说 投稿及时论坛相关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